是真是假 他是否存在 大师奥修给我一个解释 他说这个世界上有不少 其他灵修的虚构的故事 我们假设唐王是虚构的 那读其他的虚构故事 你好像在沙漠中寻找钻石 也许一千天过去了 你找不到钻石 但是读卡罗斯虚构的唐王的故事 你好像是在钻石中去寻找沙子 也许一千天过去了 你找到的只是一千块钻石而已 你只是找到了一千块钻石 你在背景太假了 大师奥修的话 可以值得我们参考一下 当然还有人问他 奥修唐王可以作为 灵性开悟路上的师父吗 奥修首先给的回答是肯定的 唐王假如唐王是的话 他是那本书里 那他就肯定是一个佛 或者是一个老子 或者像苏格拉底 他是一个开悟的人 这个世界虚构的故事有很多很多 但是他奥修强调 在灵修的这条路上 虚构的故事不是很多 如果没有事实 没有实质的灵的存在 卡罗斯是无法虚构出来唐王的故事的 如果没有真实的唐王存在 卡罗斯自己无法虚构出这一切 另外奥修给出来的解答是 假设他有99%都是虚构的 但是他必须有实质的存在 他才能虚构 唐王的故事给我们最终有什么的参考呢 奥修给出 其实他是有99%是假的 但是这个故事给出了每个人成长的欲望 欲望才是宇宙的原点 是才是连接宇宙能量的原点 而唐王也给出了 在灵修这条路上如何走下去的 详细的生活方式和每一步的参考 这一点就足够了 也就是一开始奥修说的那条 你走其他的灵修的路 可能是在沙漠中寻找钻石 但是走唐王这条路 你就是在钻石中寻找沙子 你在一个钻石的山上 这是完整的卡罗斯一套系列的书 当然大家看了第一本第二本书以后 还可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第三本书 也许你就明白了 他给出一些详细的参考 那第四本书是什么 前面之前大家可以看 之前我详细的介绍了 他十几本书 每本书都在说什么的一个简介 大家可以拿来参考 到那时候你就知道 自己如何走在钻石山上 如何去灵修自己的生活 他的第三本书让他登上了 Time的封面 当然他能登上他的封面 肯定有经过大量的一些事实调查 但是在事实调查中 肯定有很多对不上号的事情 就是卡罗斯说的 你用科学来证明巫术的存在 就像你要想证明世界是连贯的一样 这是一个可笑的事件 1998年卡罗斯去世的时候 根据他的遗言 根据他的遗嘱 他的骨灰被撒在了墨西哥沙漠里 大家可以看这里面有参考 当然他的最亲密的三个弟子 都是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的 最终跟着他进了沙漠 据传说后来有人在里面找到了 他们的事故 回到一开始的问题 卡罗斯比亚的唐旺是真是假 解离的真实呢 什么是真实 当这本书读完了 不知道他在他开篇的时候 讲了什么是真实 如果你读懂了这本书 那可能就不会纠结于 唐旺是真是假 就像卡罗斯说 用科学的方法证明巫术 或者用科学证明上帝是否存在 你感觉这些推理有意义吗 这些证明是可能的吗 科学是可信的吗 想知道唐旺到底是真是假 无非有几类人 这些人基本上都属于唐旺 所定义世界的陌生人 也就是最底层的那群人士 这些人想用自己认知的世界的真假 来保持自己的连贯性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保持连贯性 为什么害怕不确定性 因为这些人是没有力量的 他无法去处理这世界 不连贯的世界 他们必须活在自己 活在自己连贯的那个世界里面 回头再讲到我之前讲的一个 我几个同事刚从国内来墨西哥出差的时候 周末坐车出去玩 他看到路边参天大树一样的现场 他们都说这里的人真无聊 闲得淡堂 为什么把这些仙人掌插到大树上 装扮得像整个大树一样的仙人掌 这就是连贯性的一个典型的案例 他们的认知世界决定了 仙人掌必须是矮小的 只有大树才能长出高大的样子 这个世界是奇妙的 而且很多随机和无关联的事情 都在随机发生 但是如果没有了这些 世界的奇妙就被消除了 如果世界是连贯的 一成不变的 永远像我们在我们想象控制范围内的 那这个世界没什么好玩的了 人类来这个地球还学什么呢 回头来讲谎言 解离的真实 你这种身边什么人告诉你这是真的 什么是谎言 什么是谎言 大家从熟悉的世界里看到一个陌生的东西 从陌生的世界里看到熟悉的东西 这是一种能力 从谎言里看到真实 就像日常周围的媒体天天给你宣传的谎言一样 也许台湾的故事里不连贯是他最好玩的事情 就是我们会有感知的活着 事实是怎么样 真相是什么样 没有连贯性是这本书 这一套书最精彩的部分 我们有感知的活着 是一个战士完美无暇生活的最基础的一个 在任意一个社会中生活不要被动的去做一个奴隶 做一个信息接受的奴隶 只要一个别人告诉你谎言和真实的奴隶 我们保持自己的独立思维 任何人的人生中都有真实的故事吗 基本上很难知道 就像我们很多人觉得自己的父母是真实的 我们父母在我们的世界里太真实了 我们一生都活在原生家庭的阴影下 我们忘记了什么是真实 所以从这本书我们要解离真实 解离开你原来的认知 解离开你的父母 不要活在母爱的羁绊下 很多很多人 90%或者28元至80%的人吧 一生都在活在母爱的羁绊上 也就是母亲的阴影之下 母亲的怀抱里面 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开始自己的人生 开始建立真正的自己和宇宙的独立链接 建立一个独立的思维去看世界 去走出世界 那时候我们才知道自己是谁 我们需要如何去修炼自己 卡罗斯故事中的唐旺 是卡罗斯故事中的唐旺 这些一切行为都是唐旺为卡罗斯的修行而设计的 当然他中间也提到了巴布洛等其他一些学徒 但这些修行都是不同的 那么我们自己 你自己的修行应该是什么样子 我们应该去参考这一套书 我们要在钻石山上去走下去 凡是诉诸于文字的 或者任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东西 都不是他真实的存在 这是唐旺一直告诉我们的 语言不能表达 他真实的唐旺 或者说文字都不能表达 唐旺故事中的核心 那唐旺故事中的核心是什么 你在里面学到了什么 你需要什么 这是我们要深思的 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去证明唐旺是否存在 或者你证明释迦摩尼是否存在和耶稣是否存在 一样的 你只能信 其实很多人站在唐旺本人面前和唐旺聊几句 他可能也不能看见唐旺 他看见唐旺是唐旺 他无法看见唐旺是唐旺 希望大家在下面留言 你看到的唐旺故事中的核心 那不变的核心是什么 你需要灵修是吗 或者你在唐旺世界里学到了什么 谢谢大家 吴时桃 唐旺是真实存在的吗 在解离的真实序言中翻译者给出了最终的一个问询 唐旺 无时唐旺是不是真实存在 关于唐旺是真是假 他是否存在